Lola 我是723 今期打這個進擊的白船窩 可以獲得一隻新的貓咪 就是跳繩貓 首先打困難的關卡 因為要拿到貓 之後才可以打它的進化關卡 一開始檢查袋鼠 不用太急 找長貓擋住 然後再用二階巴哈 上網看一些攻略 就覺得 二階巴哈 不會衝得太前 就不會被船窩轉兩下就死了 因為這個船窩是白色敵人 所以很難去控制它 所以如果巴哈衝得太前 就很容易會升天 這次帶了一個對飄浮的超擊 它順利有控制效果 如果大家沒有這類的超擊 可以帶我們的飄浮 通靈貓 通靈貓 通靈貓也是有控制的 而且這些卡都沒有特別限制 所以大家有其他可以作控制的 激稀友 EXE也可以帶上場 第一次拿不到 所以又要打幾次 這一隻的跳繩貓 偶爾射出會心一擊 然後就是打它的超級難的關卡 這個關卡就是讓你拿一些經驗值 有出擊條件限你出十隻 限出十隻 大家最好選一些 體力上會高一點的 會比較好 可以頂久一點 因為牆上不可以有太多 同時存在的角色 這次帶了聯組 就是它的初期的錢 會增加 等我們開多一點錢 然後我們採用一個速攻流 有錢的就叫巴哈出來 然後補其他角色 獅子媽可以遮蓋巴哈 等它受少攻擊 那就馬上去爆塔 在它出來之前 好,看樓沒問題 剛剛的卡就是用了速攻流 大家跟著來其實差不多都可以了 然後這一卡就是極難的關卡 打完就可以獲得進化 我們帶出一個土豪 聯組就是打飛敵人的聯組 雖然我們好像是 沒有任何可以打飛到 飄浮敵人的角色 純粹我們都要帶我們的 腿包上牆 所以順手放在第一行的聯組 很尷尬 貓頭鷹普通都可以擋住 然後就是 盡量去控制好這個 旋鍋 趁它停止的時候 就用巴哈攻擊它 很幸運 我們都停不去 我們的章魚狐貓 也是可以去控制的 而且在前面也可以頂住 巴哈死了 還帶了一個半人魚貓 它對一個漂浮的人 有一個超大傷害 哎呀,死了死了 幸運就是最後關頭 就把它打倒了 然後剩下這隻二星的豬 二星豬 這個攻速不算很快 我們將它推到塔邊 然後攻擊塔邊 應該可以了 最主要是 控制到船廳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